今天我们教你用人工智能的智能体来生成专业级的PPT 那我们先来演示一个实例 那这个PPT有很多的特点 首先它非常专业 大家注意这个标题 我让它生成的是Defusion Model 也就是稳定扩散模型 文本到图像生成的基本原理 那大家一般用这种人工智能来生成PPT 一般只能做到什么样 叫做照本宣科 从大体架构上简单描述一下 大概就做到这样一个层次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PPT做的非常的专业 首先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Defusion Model的一个示意图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核心思想 起源的背景 然后与传统生成模型的区别 以及扩散的示意过程 那这个有具体的造成添加过程的一个可视化 包括基本的公式 这个都是有的 当然你去看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比方有一些符号可能是不对的 包括这儿有一些缺失 但是这些呢 并不影响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非常专业的PPT 大家看一下 这有具体的数学表示 那我们简单的浏览一下 那么这儿提到了Unite 对吧 就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总体的架构 包括提到了我们的World Inbiting 我们的Transformer 然后提到了Attention的机制 比方说交叉注意力 Cross Attention 然后呢 这儿有一个具体的过程 包括VAE的部分 包括它各个场景的一些应用 那这个呢 已经做到了20页 那这个PPT 我们是用哪个来生成的呢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叫做Skywork Super Agent 你翻译过来叫做天工超级智能体 那我们提到Skywork 可能有人会觉得比较陌生 但是呢 我提到另一个词 你可能就觉得比较熟悉了 这个词呢 我们叫Skyreels 比方说我们的Skyreels的V1和V2 以及我们之前说的AR 像这种模型的话呢 就是我们曾经用整个视频给大家讲过的 这个视频生成模型里边当中的一个系列 而且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些模型其实都来源于什么 Skywork 但是Skywork呢 它除了在这种视频生成领域发力之外呢 还在办公领域做了这种叫超级智能体 那都完成什么事情呢 它可以生成一些超级图表 超级PPT 甚至可以书写超级文档 而且是具有这种专家水平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它的一个基本用法 首先呢 你需要打开这个网址 然后用你的谷歌账号 或者是用你的邮箱去注册一下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啊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 就Try it now 我们来尝试一下 大家注意啊 你每天登录呢 会获赠一千积分 然后我们做的工作呢 这个里边都会有啊 比方说看一下 有文档模式 上写着专家 就是经过严格优化过的文档生成模型 第二个是PPT模式 就是刚才我们用的那个 第三个呢 是表格模式 就是专家表格 后边这几个 那其实就是传统模式的一些应用啊 比方网页啊 播客呀 还有这个通用模式啊 当然它生成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真正的所谓智能体这个领域 它应用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样呢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用PPT的模式来给大家演示啊 我之前生成了两个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稳定扩散模型啊 其实我还生成了一个就是马之远的天静沙丘斯啊 那这个怎么去用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啊 给他选一下这个场景 因为呢 即便是一个任务啊 应用的场景呢 还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 我们刚才用的那个default model 它应该属于哪个的叫深入分析场景啊 而我现在用的这个叫天静沙丘斯 我们点开它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PPT 它现在呢 已经生成完成了 那这个我选的是哪个模式呢 是这个叫科普模式 而且是儿童科普模式 但他这写马之远天静沙丘斯啊 元代散曲之巅峰 然后呢 底下有具体的目录 你注意啊 他原始的代码是用HTML写的 所以说是有动效的 但是你下载下来可能就没有了 然后呢 你看关于马之远啊 他的基本信息 然后马之远的文学成就 天静沙丘斯的原文 包括元代文人的处境 因为我们知道元代呢 属于一族统治嘛 是吧 所以说当时的文人呢 其实呢 不管是从心理 还是从作品上呢 都是有一些特殊的情节和特色的啊 这里边也说的比较清楚 然后他这提到了这个天静沙丘斯的一些创作背景啊 再往下边呢 是来解析啊 一句一句的说 胡同老鼠红鸭 小桥流水人家 然后古道西风寿马 然后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再往下边是他的艺术特色 包括思想内容 包括文学地位 包括对后世的影响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专业 是吧 好 下边呢 我们就来啊 给大家尝试做一款PPT 大家看是怎么去做 那假如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黑神话悟空 它是如何成功的 选择PPT模式 选场景 这儿我选深入分析 那我们直接写啊 深入分析 黑神话悟空是如何做到大火的 好 那我们就简单想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它做起来跟普通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有什么不同 那我现在呢 开始点生成 好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提示 叫你的问题已经成功接受 Skywalk即将梳理思路 为你呈现全面且精准的答案 我们等一下 好 下边呢它有新的提示了 说现在呢 它需要确认我的需求啊 这个是标题啊 然后这是我们的类型 我们选深入啊 我最关心的角度 市场技术和文化 视觉玩法和口碑 我们都写 然后呢我们确认 大家注意啊 这是它的第一个 叫确认需求这样的一个阶段 虽然你会发现啊 它非常专业 是吧 这个还不是让我觉得 最专业的地方 待会你会看到啊 它各种各样的智能体 和IMCP是如何工作的 现在呢 它开始收集这个基本的这个数据表现 现在呢 它有一个代办清单 我们一般叫to do list 就是它现在要干这些事情 看一下 包括搜索调研啊 收集相关信息 查找我们需要的那些什么游戏引擎啊 画面技术啊 然后呢进行分析 然后整理 生成PPT大纲 制作PPT 你看一下 这个流程非常的严谨 现在呢 我们进行第一阶段 就是收集黑神化悟空的一个基本情况 和市场数据的表现 下边呢 你将会看到一个非常专业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skywork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叫什么 叫skywork虚拟机 就是它会为每一个任务分配一个虚拟机 虚拟机你可以认为是一个虚拟的电脑 和真实电脑一样 也就是说你现在有一台电脑 正在帮你干这个事情 它可以让这个电脑来干 一个人正常用电脑干的所有的事情 比方说第一个 我们正在搜索网页 搜索所有关于黑神化悟空的这个相关的市场数据信息 那这些呢 我们都是mcp工具啊 关于mcp呢 大家就要了解一下 是吧 现在非常的火爆啊 那现在呢 都是市场数据 下边呢 就继续来收集关于黑神化悟空的技术和视觉设计的部分 所以说呢 它并不是靠大元模型生成的方式来生成你需要的内容 它真正的是有自己的知识孔啊 有一个严格的策略啊 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它浏览的一些效果 那下边呢 我们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分析黑神化悟空的文化内涵和玩法特色 同样是要搜集网页的相关信息啊 然后来生成我们的BBT 而且你注意啊 它这个搜索呢 是分布来进行的 那比方说这个叫初步探索结果表明 黑神化悟空以西游记为主要的文化背景 结合了中国古建筑塑像壁画传统音乐以及非遗文化 比方说陕北说书啊 这样多种传统文化元素 然后它会进行二次搜索啊 就是通过浏览网页啊 深入的来了解啊 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它在分析这个阶段呢 一共要执行六部任务啊 现在执行到了第三部 好 它现在呢正在生成PPT的大纲 待会呢 你可以确认一下这个PPT的大纲 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啊 每个PPT啊都在说什么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呢 你可以接管下来去修改 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啊 你可以点什么 点继续 那如果你不做任何操作呢 大概20秒之后啊 它会默认认为你已经接受了 它这个PPT的大纲 好 现在呢 就开始生成PPT 那待会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操作 好 现在呢 它开始生成了啊 那我们在右侧的训练机里边 可以看到代码书写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以HTML代码的形式 来生成这个PPT的 我们下载下来 虽然是一个PDF格式 或者是一个PT格式 但是它最原始的呢 其实是一个HTML格式 那你可以稍等一下 因为它要生成大概16页 我们从大纲里边可以看到 现在呢是第一页 那我们只要等着就可以了 好 这个生成呢 已经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 标题呢 也经过了优化 比方叫黑神话悟空 现象级国产游戏的成功解析 那看一下 这有这个市场表现 有具体的数字 然后呢 有这个框架的分析 引擎和渲染技术 这配图呢 也是非常精致的 对吧 然后视觉艺术 然后玩法 角色的成长系统 文化内涵 然后这还有视频 叙事设计和世界观的构造 然后口碑营销 IP价值最大化的策略 然后国际市场拓展之道 社区建设 用户反馈 我们看一下 这个内容应该来说 也是非常专业的 总体上来看 从美观度 内容的深度 准确性来讲 跟我们之前的这种PPT生成 完全不是在一个层次的 对吧 下面就是下载 下载的话 你可以选择是PPT的 PDF的 还有HTML的 那我们下回给大家下载一个PPT的 它这正在下载 你不要关这个页面 因为它需要把它转成PPT 再让你下载下来 另外你要注意 在这有一个叫溯源 大家看一下 每张PPT 它的这个信息 都是从哪来的 这个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什么 溯源的过程 这个内容是不是准确 这也是这个智能体 跟其他智能体 不太一样的地方 现在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了 你打开它 播放一下吧 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这个问题还是排版上 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可能跟分辨率的设计 是有关系的 应该说还是非常专业的 其实我们只是用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切入点 就是通过PPT的生成 让大家看到了 这个智能体 它一个比较强大的地方 当然大家可以试试文档 和表格 或者看一下 你的实际工作当中 有没有更好的 这种音乐的场景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 它和之前你用到的 那些人工智能模型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 我们可以试试文档的地方 我们可以试试文档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